天狗送的纸牌 作者安防侄子 翻译彭义 武智就是玩不好纸牌 才买了十张纸牌 就全输给了伙伴们 正一个人垂头丧气地往家走 李天黑还早着呢 是自己提出来和伙伴们分手的 回来的时候 虽然说了声再见 但伙伴们正入迷地玩着纸牌 谁也没有理他 武智双手插在空空的口袋里 伤心地走在山道上 走啊走 还是伤心得不行 踢一脚碎石揪一把山茶花 还是伤心得不行 武智的家就在这条山道的尽头 就是山顶上的礼品店 枯树的对面 冬天的太阳正熊熊燃烧着 林子里静悄悄的 武智一边走一边想着输掉的纸牌 上面有棒球选手的画 还有漫画主人公的画 大的纸牌上是机器人的画 啊 每一张都舍不得啊 正在叹气的时候 突然刮来一股怪风 嗖嗖 吹得枯叶似三飞舞 与此同时 上面传来了这样一个声音 喂 小孩 武智吓了一跳 寻声看去 只见身边高高的树上 坐着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大个子男人 正死死的盯着他 男人的脸是鲜红色的 眼睛闪闪发光 长着一个叫人吃惊的长鼻子 啊 这一定是天狗了 武智想 天狗是一种传说中的妖怪 武智吓得浑身发抖 正要逃跑 却听到那个男人喝道 等等 等等 武智站住了 回过头去 天狗问 小子 你不是想要纸牌吗 这让武智大吃一惊 眼睛都瞪圆了 于是天狗笑了起来 说 我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 我这就给你做一张疯的纸牌 拿去吧 疯的纸牌 武智愣在了那里 只见天狗一只手伸得长长的 从边上的柿子树上摘下一片红红圆圆的枯叶 他用两手夹着它 呼呼地朝它吹气 用怪里怪气的声音唱起了歌 不管什么东西 全吹跑 风的纸牌 嗨嗨嗨 不管什么东西 翻过来 风的纸牌 嗨嗨嗨 唱完了 天狗就松开了两手 于是 柿子的叶子就轻轻地落到了地上 天狗指着地面叫道 在那里 在那里 掉到那里了 把它拿走 武智哆嗦着双腿走到天狗站着的树下 从地上捡起了那片红红圆圆的东西 然后 他大吃一惊 不知什么时候 枯叶变成了一张漂亮的纸牌 那是一张厚厚圆圆 正面反面都是鲜红色的纸牌 上面什么画都没有 只是在一面上写着一个黑字 风 这张纸牌可厉害的呢 天狗在树上得意地叫道 说得不错 这张纸牌又硬又重 像是挺厉害 而且上面还写着一个封字 看上去好像是不可思议的咒语 天狗这魔法可不得了呀 武智一边想 一边把红色的纸牌放到了口袋里 谢谢 他说 天狗站在树上哈哈地笑了起来 接着 天狗就呼啦呼啦地扇起八角金盘的叶子 四周的枯叶像雨一样落下来 等武智再一次朝树上看去时 天狗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口袋里有了这张不可思议的纸牌 武智不知如何是好了 是回家呢 还是返回去呢 返回去 再到伙伴的家里用这张纸牌去决个胜负 如果那样 说不定能把刚才输掉的纸牌夺回来 武智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红色的纸牌 猛地往地面上一摔 巴唧 想起了响亮的声音 把四周的落叶全都吹飞了 太厉害了 武智赞叹 他突然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一名纸牌高手了 好 再去决一次胜负吧 他这样想着 正要返回去的时候 从右边的林子深处传来了巴唧巴唧摔纸牌的声音 随着哈哈的笑声 还传来了孩子们你抢我夺的吵嚷声 有谁会在这种地方玩纸牌呢 武智吃了一惊 透过树从朝林子的深处看去 是有谁在林子里 是有谁围成一圈在吵吵闹闹 武智一步一步地朝林子里走去 林子里面竟有一个小广场 在广场中央 五六只小狐狸围成一个圈 正在玩纸牌 不管哪一只小狐狸都在呵呵地吐着白气 眼睛闪闪发光 小狐狸把纸牌藏在了自己的身后 武智悄悄地走到了他们的身边 弯下腰 看着狐狸的纸牌 他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 狐狸的纸牌和人的纸牌没有一点区别 不 比人的纸牌还要漂亮 越看越觉得狐狸的纸牌纸好 画也好 比方说 有一张特别快车的纸牌 画的是红色电车行走在芒草海洋中的情景 芒草的白和电车的红 美的叫人无法形容 如果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仿佛能听到电车的声音 听到芒草的摇动声 电车的窗户里全都亮着橘黄色的灯 一扇窗子里坐着一只狐狸 它的边上是一张画着新娘子的纸牌 头上插着红色龙爪花的狐狸新娘 坐在石头上 天上还有一牙细细的新月 让人觉得就像是什么浪漫故事里的插图 而另外一张纸牌上 画的是刚刚做好的油炸海鲜面条 上面有大虾 还撒着葱和辣椒 武智感动了 狐狸可真是了不起 他好想得到狐狸的纸牌 要是让伙伴们看到了那张画着特别快车的纸牌 他们不知道该有多么惊奇呢 新娘子的纸牌 油炸海鲜面条的纸牌 还有画着飞机的纸牌 就是和人的不一样 好看极了 武智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张疯的纸牌 大声说 算我一个 小狐狸们一起转过身 一下子安静下来 武智又说了一遍 算我一个 这回 狐狸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又嘀咕了一阵 猜奇声回答说 好呀 然后 小狐狸们闪出一个空档 让武智挤了进去 武智把红色的纸牌 往地面上一放 纸牌游戏又继续开始了 但是 好奇怪啊 狐狸们谁也不像刚才那样吵闹了 全都盯着武智 悄悄地说着什么 好像是在说 这家伙可厉害啊 可要小心啊 而且 就像武智想得到狐狸的纸牌一样 狐狸们也想得到武智这张红色的纸牌 武智强忍住笑 装出一副认真的样子 等着轮到自己 小狐狸一共有七只 差不多厉害 没有特别厉害的 也没有特别差的 有输也有赢 终于轮到武智打了 武智用右手拿起红色的纸牌 重重地吐了口气 用力朝地面摔去 结果怎么样呢 一下子就把边上的四张牌翻了过来 小狐狸们倒吸了一口冷气 连武智都把眼睛瞪圆了 到底是天狗的纸牌 就是厉害 武智把翻过来的狐狸的纸牌 全都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哈 太兴奋了 真的 从生下来还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 不过 武智是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小狐狸们却沉下了脸 他们哇哇地叫着 比上一次更用力地把纸牌朝地上摔去 可不管是谁摔 武智那张红色的纸牌 就是一动不动 然后轮到武智时 竟一下子把五张狐狸的纸牌翻了过来 兴高采烈的武智 又把狐狸的五张牌迎到了口袋里 输了纸牌的小狐狸们 不情愿地把新的纸牌拿了出来 一张张全是武智想收藏的漂亮纸牌 有红色赛车纸牌 有狐狸忍者纸牌 有烤拳击纸牌 各是各样的 当他们被拿出来的时候 武智开心极了 不管是哪一张 很快就会成为我的东西了 到最后 一张也不剩 全成了我的东西 哎呀 武智想 怎么忘了戴一个手提袋 接着 又轮到武智了 红色的纸牌大显微风 武智赢了二十多张狐狸的纸牌 突然 背后传来了这样一个声音 休息一会儿 吃点点心怎么样 回过头 是一头系着白尾讯的成年狐狸 他端着一个大盘子 里面放满了成的饮料的杯子 站在那里 更叫人吃惊的是 在他身边 还聚集着一大群成年狐狸 死死地盯着武智 有的长着金色的皮毛 有的摇着漂亮的大尾巴 还有一只把耳朵束成三角形 一只眼的狐狸 好像他们一直就在背后 看着孩子们玩纸牌 武智慌了 慌忙抓起自己那张红色的纸牌 使劲地塞进了口袋里 他想 我该回家了 可是那只系着白尾讯的狐狸 把装着饮料的盘子 放到枯草上 用温柔的声音说 来吧来吧 口渴了吧 新榨的葡萄汁 喝一口吧 杯子里的饮料是紫色的 那些小狐狸 用到盘子边上 取过杯子 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 盘子上 只剩下武智的那一杯了 于是 一只眼的熊狐狸 走到武智身边 亲切地说 喝一杯饮料吧 油炸海鲜面条 马上就好了 油炸海鲜面条 武智的脑海里 浮现出刚才看到过的 那张纸牌的画来 面条上放着大虾 刚做好 还冒着滚滚热气 武智突然饿了起来 渴了 于是 他朝盘子那里走过去 喝起了饮料 葡萄汁酸酸甜甜 穿过嗓子眼的时候 凉凉的 就像喝了一口 穿过林子的风 武智咕嘟咕嘟一口 就把饮料喝光了 他这才发现 不知从什么地方 飘来了面条汤的味道 还有 咔嚓咔嚓 碗碟的碰撞声 咚咚咚咚 切葱的声音 嘶 油炸海鲜的声音 很快 成年狐狐狐狸 就从林子里 把做好的面条 兴高采烈地 用盘子端了出来 武智和小狐狸们 一起吃起了 油炸海鲜面条 一边呼呼地吹着气 一边香喷喷地吃着 面条又粗又有嚼头 油炸虾 大得不得了 再加上滚滚的热汤 就别提有多好吃了 就这样 当武智和小狐狸们 吃面条的时候 成年狐狸们 集中在广场中央 掰着头 不知在干什么 一开始 武智还以为 他们看孩子们的纸牌 看得入迷了 但看看又不像 狐狸父母们 一边悄悄地说着什么 一边就动手干了起来 武智把面条的碗 往草地上一放 悄悄地走了过去 这下他看清楚了 狐狸父母们 手上拿着一根根蜡烛 正在往纸牌的背面 滴蜡油 快点快点 趁那小子还没吃完面条 全都涂上 一涂上蜡 纸牌就中了 图一点就行 翻不过来 图厚点厚点 是啊 尽可能厚一点 听到这里 武智忍不住 大声叫了起来 你们太狡猾了 成年狐狸们 一起回过头来 有那么好一会儿 谁也没说话 脸上是一种 奇怪的表情 终于 那只一只眼的狐狸 站了出来 他直直地盯着武智 用低沉的声音说 狡猾的是你吧 一只眼的狐狸 耸了耸肩 继续说 拿天狗的纸牌 把小狐狸的纸牌 一张接一张 全都给抢走了 白喝了葡萄汁 白吃了油炸海鲜面条 你还想继续抢纸牌 真正狡猾的是你 这时 记着白围裙的慈狐狸 用于刚才完全不同的 尖尖的声音说 再怎么说 孩子们也太可怜了 是啊是啊 想起了成年狐狸们的嚷嚷声 又有一只狐狸 大声叫了起来 我们必须保住 孩子们的纸牌 那全是我们做的纸牌 是我们一张一张画出来的 一张一张图上颜色的 一张一张剪下来的 可不是那种 花十亿元钱 就可以买到的 印出来的纸牌 是啊是啊 不知为什么 五智有点害怕了 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 四下里暗了下来 五智往后退了两三步 说 那么我回家了 那可不行 金黄色的大狐狸 岔开双腿拦住了五智 再来决一次胜负 他的眼睛都放光了 五智的腿哆嗦起来 金黄色的狐狸继续说 别担心天黑 把这些蜡烛都点上 就可以进行下去了 五智脸都下白了 他点点头 于是 系着白尾裙的狐狸 大声把小狐狸们叫了过来 他说 你们先在这里练习一下 用力练习 然后一决胜负 接着 小狐狸们就拿起纸牌练了起来 他们拿着涂了蜡的纸牌 啪啪地朝地上摔去 成年狐狸在边上攘开了 两腿再分开一点 对对 腰再弯一点 手再往上一点 没办法 五智也一个人练习起来 岔开两腿 弯下腰 照狐狸父母说的去做 还真使上劲了 刚才一直用的是天狗的纸牌 这次 用口袋里的狐狸的纸牌 照样能把四周的落叶吹飞 渐渐的 五智练得忘记了一切 一共有七个敌人 而且用的是土瓜辣的纸牌 与刚才不一样了 不加劲不行 不加劲 只排飞被夺回去不可 五智动真格的了 他全心全意地练习着 就这样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 嘟 哨声响了 正是比赛 一个声音大声喊道 他这才看到 狐狸父母们手上都拿着点着了火的蜡烛 林子的广场被照得明晃晃的 七只小狐狸一脸地认真 五智挺起胸 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向小狐狸那边走去 不过 他的腿还是有点抖 啪 五智把红色的纸牌 放到了自己的面前 接着 七只小狐狸也纷纷掏出了自己的纸牌 然后 划拳 掘出了顺序 好了 这下纸牌大赛就要开始了 加油 绝不能输给人 一定要把那张红色的纸牌夺过来 从后面传来了成年狐狸的支援声 啪 啪 啪 涂过蜡的小狐狸的纸牌 发出了比刚才要重许多的声音 总算轮到五智了 他用力岔开双腿 弯下腰 拿起红色的纸牌 用力朝地面上摔去 可是 和以前不一样了 涂过蜡的纸牌连动也不动 小狐狸们噼里啪啦地拍起手来 狐狸父母们也发出了欢呼声 鞋涌到了五智的头上 他想 下次一定要赢 就这样 小狐狸们一个接一个 把纸牌摔向地面 决战又是决战 轮到五智了 他使出全身力气 把红色的纸牌置向地面 但狐狸的纸牌连一张也不动 相反 无论小狐狸们用多大力气 五智的红纸牌也不动 怎么也绝不出胜负 尽管这样 小狐狸们还是一副势在必得的表情 而五智呢 也拼到底了 哪怕是夺过一张纸牌也好 狐狸父母们静了下来 只有纸牌的声音在四下里回响着 山里更加黑了 狐狸的眼睛闪闪发光 狐狸的蜡烛还在燃烧着 五智出了一身汗 喘着气 手都抬不起来了 岔开的双腿有点站不稳了 散落在地面上的彩色纸牌 像花儿一样 盯着他们看 眼睛就冒起金星来了 头也昏了 就这样 五智终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这就像是一个信号似的 小狐狸们一个接一个坐到了地上 他们一个不胜 全躺倒了 呼呼地喘着气 成年狐狸们也吵开了 他们气嘴巴舌地说 这是平局 双方都使出最大的力气了 天狗的纸牌虽然厉害 但狐狸的纸牌也很出色 我们的蜡的力量了不起 听到这些 五智放心了 红纸牌没输掉 我要回家了 他捡起那张红纸牌 站了起来 那些成年狐狸齐声说 辛苦了 再见 五智穿过林子 在漆黑的山道上跑了起来 风声听起来 就像是天狗的笑声 不 远处的黑暗中 天狗确实在唱歌 不管什么东西全吹跑 风的纸牌是树叶哟 回到家 五智把红纸牌放到了电灯下面 一看 他吃了一斤 红纸牌果然变成了树叶 而且是一片脏的不得了 千疮百孔的枯树叶 写在上面的那个黑色的封字 也彻底不见了 果然 五智好失望啊 不过 他不伤心了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右手 好像变粗了 变有劲了 摔起纸牌来 根本就不费劲了 经过那样的练习 明天就是没有天狗的纸牌 靠自己的力量 也一定能赢 五智悄悄地朝口袋里摸去 那些一开始迎来的 小狐狸的纸牌还都在 他把它们摆到了榻榻米上 一张张漂亮极了 这是狐狸父母们 一张张用心画的呀 没有一张是相同的 每一张都细心地涂上了颜色 那红颜料阴开的地方 美得如同梦幻一般 能得到这么好的东西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五智悄 五智把狐狸的纸牌 用橡皮筋扎好 小心地藏到了抽屉里